我想要帶給大家的是 百年品牌全程鐵道文創的化解論壇 現在我們活動正式開始前 要提醒各位麻煩請將您的手機關機 或者是調整全體模式 麻煩請將您的手機關機 或者是調整全體模式 為了為故隸的健康 要完成整體的膝蓋護照 要把全體的黑暗護照 兩次表現的威合 我們的發展論壇即將正式開始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左眼小屋主演来版当中的正美朱老师 跟大家一起来做跨界的分享 马上就让我们一同以最热情的掌声 首先来欢迎本论坛的主持人 台湾铁路管理局 陆威部副局长 上台来为我们飞起今天的论坛 掌声欢迎 陆菇局长有请 我们现场非常多的好朋友 这个是我们纪念第六届 题目变当节 我们的亮点论坛的 我们的题目呢 就是百年平台跟五周 我相信这个题目呢 应该非常非常谢谢啊 我们这么多的贵宾呢 能力来这边来参与啊 但是底下还有蛮多的任何手机 所以呢 我这边有限量版的台铁路上 让这请举手啊 好谢谢啊 也谢谢大家对台铁路上的支持 那这个部分台铁路上是给予现的 那我们看到三位老师啊 都是非常难得的 所以我想接下来我们时间啊 就交给老师啊 我们是第一位一位介绍能不能上来吗 是吗 好那这样子啊 我们现在呢 就有请我们今天的排名是按 没有按什么顺序排的啊 我们就请第一位啊 我们郭元毅啊 这个企业的啊 企业的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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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郭副总啊 上台啊 那前面讲过啊 台铁局是133年 奈向134年啊 但是我们郭元毅这个比台铁 154年啊 所以在场他是唯一你我老的啊 那我们现在就来聆听啊 他跟大家的分享啊 我们掌声 大家欢迎 谢谢大家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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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对比 不非常各位对比大家 今天非常有兴趣 有这个机会来跟大家分享 今天合理开创了百年名店的新夜 我是国建委 目前在郭元毅担任副总经理的责任 那我现在没有那个限量感觉 哈哈 那你怎么听我讲的 那我觉得其实 郭元毅其实 就像大家分享中 对于今年四月到现在 已经154年了 反台铁133年 那我想说 为了这个百年老店 而且名店都有他们的优势 我想优势就是跟台铁的 民众呢 有非常深厚的感情感的联结 万一有百年名店的劣势 就是我们等大家对于年内有一些既定的印象 那我不知道听到台铁这两个 不知道大家对于 对于 北京的台铁这两个 自己想到的是 是什么样的服务 是什么样的产品 或者是什么样子的感觉 那回到郭元毅上面 我不知道大家听到 郭元毅担任副总经理的 谢谢我们家 不知道大家听到 郭元毅担任副总经理的 到底是什么 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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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可以 我听到 好吃 有听到西平 这个 高台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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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好 不好意思 我那个 拍子 有点 发力 有点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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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意思 就是你讲 大家挺到郭元毅 很多人消费都想到 可能是 像这样子 百年名店 百年老店的印象 或者想到郭元毅 就想到就是实地 不过呢 其实郭元毅 其实这几年有很多 新的改变 跟新的编号 其实可以看到 其实左向角是 我们在这个 金豪酒店正对面 中山店 现在新的石像店 都会 那其实从 四五年前开始 就是把全城郭元毅的 形象 跟他们的翻新 希望用 更新的合奏 来展现给消费座 那我们就 请你也重新来 出品郭元毅的品牌价值 其实我们认为 郭元毅 其实它是一个 传统跟床心的结合 那很多人都会想到 郭元毅想到的是 喜饼嘛 那其实我们这样子 做绿豆糕起家的 因为台湾本来 就是一个米食的文化 而绿豆糕这个东西 其实是米 跟其他的原料 来做混合 你可以看到其实 右边就是我们做 来配出一个绿豆糕的 或者是喜饼 其实目前喜饼 只有将郭元毅 移收了一半 而另外一半 来自一半手里 跟捷径市场的部份 那我想 其实刚刚一开始 有看到说 前几百年银店 跟有很多的包服吧 那其实郭元毅 它现在已经 大概五十四年了 它这几年 好多的出点 物品牌的一半 消费者对郭元毅的一些 情敌印象 所以我们也透过 新口的文创的手法 来翻新郭元毅的一些品牌 那我接下来 会介绍一些 这几年大家 对郭元毅 有印象的一些产品 但其实在四年前 就是郭元毅 在五十年的时候 我想一个平台 走过一个半世纪 那时候我就想说 也许我们可以 透过开发 一个新的产品 来跟消费者 沟通郭元毅 一台五十年的历史 可是我那时候想说 因为我们不要 开发新的产品 我们感觉到 大家的味觉记忆 那回到一百五十年前 郭元毅的起家庭 就是运动它 会作为主持 那时候就具体的 我让我们来讲 我们就不要像我们 现在这样子 在讲故事 马国瑜的故事 要让我们卖光 出卖字套 这样透过 由外部设计师 用第三者的视角 来看台湾高品的故事 也是马国瑜 走过的路 路其实也是台湾高品 所以 才遇到更多人的手上 在那一年 我们找到的是 他叫做练勇真 我不知道大家 对他熟不熟悉 不过他的很多作品 可能大家都有看过 不论是他讲 五十年的Loco 或者是 7月11的 City Cafe的 感情杯 或者是纪念中火 就成了达 提酒的限量 那部分 都被看得到的 那我想 为什么 永珍 其实我觉得 他的作品 从小的出发 作品来跟素名文化 很多程度的连结 所以我们希望 也许台湾 人也是透过 跟永珍合作 去发想说 原作台湾高品 他由创成 唱出来的时候 他不应该是有口味 而是另外一种 有新世代的高品 而在那一年 我们推出了 这样子的产品 叫做 淡点石光 淡点石光 其实他进而言 这个绿豆包 都很多 你可以看到 左边这个是 我们在 当里的里面 所制作的绿豆包 它比较不一样 跟川普的绿豆包 绿豆包不一样的地方是 其实绿豆包 其实是一个 非常简单 持作的东西 就是把 人的混合 之后 进行压磨 去蒸 可是台湾从绿豆包 其实这个压磨 是在蜜鸭楼 尤其可以到台湾 全种绿豆包 都只有一面一面 那大家可能 现场大概 他这个多少吃过绿豆包 可能绿豆包 有不同的风味 可是绿豆包 永远那一块 是不够味道 但这个产品 其实我们通过了 台湾茶粉 套品的一些 制作的方式 你可以看到 红色跟绿色 其它是双面的 这个是 通过牛茶 然后这个是 红茶花生 那 为什么会 口味是有点 太多重的 因为它通过了台湾 传统的绿豆包 觉得只有单面鸭 只有单种口味 和这种可味的想像 那为什么会用豆腐 红豆啊 什么啊 因为其实你想像台湾传统糕点 你想像西式的甜点 很多用的是水果的部分 豆腐 南梅 南梅 我想像台湾传统糕点 其中的就是 豆腐 也会是红豆 绿豆 发生枝马 其实你想像豆子 在台湾传统糕点 非常重要的一个游戏 而豆腐 吃了一点点 一直到吃了一点点 所以我们就把豆腐 一起把奶奶 都会放在一起 那 这个设计 也得到了 这个经典设计 讲的设计的出容 那我们想说 其实要讲台湾 跟豆腐的故事 都单单只是错过 它的产品 就想做一个空间 来完整的传达台湾 跟豆腐的故事 所以那一年 四年前 我们也同时改装了 中山门室的 整个室内的装饱 所以这种 我刚所提到的 其实这种非常简单 其实就是把 原料粉和 米粉 一个粉和之后 压磨去蒸组 而这个粉和的过程 我们就把原料粉和 混合 原料粉和 我们就在这个地板上 可以看到 我们用模式这个地板 来呈现 米粉 糖粉 绿豆粉和 绿豆粉和 混合 而这个粉和 玩具原料 要进行压磨 而这个模具 你可以看到 柜台的上方 这个是传统绿豆包 八角形的 模具 而压完 这个位置 要重新蒸组 而蒸绒 我们就放在 右手边 每一个产品 就像一个一个的蒸绒 一太快压出来 制作很美的绿豆包 就在左边的 很多很规则的产线 所以我们希望 不是透过一个产品 透过一个空间 台湾正的产树 台湾高品 而故事 那我们也想 在同时今天想到 重新的去开 台湾上最终 对于 你台湾传统 我们的想象 很多人说 很多吃零配茶 吃零配茶 我不知道在座 很多小人很认真的 就是 或是 用茶来喝 但是你可能 又买过手搖茶 或者是买这个 配例商店的茶 但除了这个茶之外 感谢大家 可能做了更多的 有可能是咖啡 有可能是 酒 所以呢 我们在想说 除了吃零配茶之外 才能到点时间 都跟咖啡 用的是酒来搭配 所以呢 我们也跟台湾 这个 打一些鲸鱼就对了 就每个跟台湾的 这个 跟威士忌的酒商 来搭配 诶 怎样的高点 可以跟威士忌来搭配 那我们也跟咖啡的厂商 来配合 重明是能不能用咖啡 来传统不同的口味 因为我认为 其实我们必须 给商费者 更多元的想象 让他们能够想象 原来 原来 产品的事物 也没有更多元的本线 他在这一年 是做 我们今天今天 我们做了一些商品 做了一些门市的改装 然后我们就想说 诶 其实东西可以做的更多 假如他有更多 是什么 在下一年的部分 我们就 换了我们门市 门市行人的制服 全新的组织 和安导制服 我们找到的是 上面这个设计师 他叫做江谷 江谷 江谷 大家也是很熟悉 我下面可以看到他的作品 不论是 林加西 中文化 或者是苏塔律 或者是 苏塔律 现在我看过他的作品 为什么我们可以选择 江谷 来做合作 因为我们发现 江谷 每一季的作品 都有一个故事 而作品 也从中国 东方文化 所以我想 和国瑜这几年谈的 东西文化 融合的这个角度 其实是不容而合 那这个 接下来这个就是 我们换了新的制服 就对了 可能跟一般消费者 就想像到这个残酷制服 很大一样 那其实我们在跟江谷 合作的过程当中 有方面就是 可以通过制服 换制服的这件事情 把威蜜对品牧师的要求 对对威蜜的要求 都更完整地展现出来 你可以看到 其实在手肘 这地方有这个 不太淘汰度 这个设计 其实据演组 就是同仁在作业的时候 手肘 这下面这容易脏的部分 都比较强度成多小 另外那领口 也就是一个所谓的打鼓 因为我想这个是比较容易流汗的地方 所以我们透过设计的部分 来改善原本作业上 容易产生的问题 那我想换制服 其实是一个我们公司的事情 而换制服这件事情 如果呢 都沉上配着发生关系 其实也是我们的情人 来复杂的 所以呢 你的设计师 开发的产生的产品 它叫做 产生性20671 对 那我们也重新在重新 中央向我们的门市 我们把制服的元素 延伸到产品 延伸到中间 都用一个不一样的形象片 提起来跟消费者来做 而小行星2067 其实拿我们这样 非常有名的招牌 叫做冰箱餐饮品 来出去做人生 冰箱餐饮品 从一体来做原味的这个口味 而我们来分享 就是发生的新的趣味 我们有餐的新的口味 一个是whisbee的 一个是柚子 然后另外一个是美贵力汁的部分 那其实我觉得我们来跟设计师 这个发展的过程 我们来发现设计师的厂商 也非常的调 然后也给我们 里面也有很多新的激动 新的气氛 原来Hobby 也可以这样做 比如Hobby 就像刚刚讲到 律哥发展 那两面都可以一样的 但是我们正产生 也受了非常多的压力 可是我觉得他们反而 见得觉得是压力 也会带一种成长的机会 我觉得有时候我们自己在 有种自己的习惯 有时候会有一些蠻点 或者是自己觉得 欸好像不只有这样子 而我觉得这几年 应该跟我们 合作的过程当中 而开启了我们自己内部 无论对于製程 对于服务 或者是对于产品 更多人的想像 那我们这几年 合作了不同的设计师 无论是面孔真 无论是家务 那其实我更合作 那其实我更合作 很重要的是 欸公司这几年是个意思 在跟设计师合作 那所以我想我们 持续地跟设计师合作 其外 而我认为 无论創意的歌远处 其实可以分歌远 彼此在三年前 我们找到了品牌 一半五十年来 一位的代言人 品牌代言人 他叫做 这人的演员 电影人 叫做宋小乐 那很多人都问我说 欸郭云英到底为什么 找宋小乐当成品牌代言人 那我已经是为什么 那我就让我开始讲的是 郭云英很重要的 品牌价值就是 公司 中国化的品牌 我想应该看出来 有传递 众西化文化融合的这件事情 但是 不是只有这么弧强 我认为小乐 因为郭云从士林起家 而小乐曾经从小到现在 她一起住 居住在士林的地方 所以品牌跟 小乐本身也有非常多的交集 而小乐其实在吃的部分 也非常的重视 她重视真实宅 很多料理都自己下属 下属去做 那我想也就是 多一个层 不够的原料和升级 用台湾在你的食材 其实在商品 那里面上去 其实是更能够的 所以也希望 小乐的形象 能够把郭云英 品牌的钟齿 跟品牌的概念 跟精神 能够更深刻的 产品给你的小辈 在这个 在这个基础上面 我也跟郭云 开发了一款新的产品 因为小乐喜欢吃酸 喜欢吃凤梨 所以呢 我们就拿凤梨开发的一款 叫做凤梨奶红丝 但这款产品 其实有一点点的 小小的故事 因为我想中秋才刚 中秋才刚贵 那应该知道 其实台湾这 五六年来非常流行 这个所谓 港式的奶红乐 那时候我们在想说 哎 郭云英身为一个 普正出场的台湾品牌 又是个历史 最不得的 然后开发一个产品 又跟港式奶红 互相抗衡 所以我们想要 来开发一个 台式奶红乐饼 台式奶红 其实就是用了 台式的乐饼 就是大家尝试 这个绿肉碰 蛋黄酥的外面 就是酥皮 去包奶红的内馅 所以原本产品 就该只有这样子 后来这款小乐聊天 他会觉得 小乐喜欢吃酸 小乐喜欢吃凤梨 所以我们就把凤梨 包到奶红里面去 开发了凤梨奶红的色彩 反而吃出来的口感 其实有点酸 有点甜 有点咸 有点咸的口味 更符合当代人 喜欢多元 多层次的口感 那这个上市到现在 其实反映得非常好 像去年维持 但去年的故事 有点凤梨奶红 那我想我们合作的不同 从设计师到服装设计师到电影人 那我们也想说 诶 我们怎样用火箱的管套 做什么的方式 让品牌的故事 能够讲得更深刻 更感动人心 所以呢 去年我们找了一个 一般的那个维缩模型的艺术家 他叫做田中志 那只为维缩模型的是什么 他就是把所有的东西 大部分做成他们十二分心 这么小 呃 右边就是他实际的作品 你可以看到这个右手边 这个是 就是我的手啊 不是 他实际的东西就是这么小 我们马从左边开始是跟电影人 我们这样合作了 看点时光 中间是湛湖的小行星 那右边傅小岳的和 风银奶故事的部分 都把它打造成维缩模型 而每一个模型 都有这个故事 要跟消费者来传达 那我们都认为说 其实在风银一个人 合作的过程当中 我们对高银哥 还有更多的想像 还有更多的故事都还没有讲完 而这些故事 我们希望能够通过 新的场景 新的模型 来跟消费者讲 其实可以看到 左边的半年时光的部分 我们真正是在共和的半年时光 他想像的是在一个 日式的老宅里面 一边打着斜羊 坐在羊场上面 一边吃着饼 一边欺负台湾的故事 而中间的家里面 对于 除了做的制服 做的包品之外 他也在想像说 其实那故事 在讲一段 对于未来的故事 故事是45年了 但接下来50年 到底不容易 对台湾的包品 有什么样子 不同的可能性 而右边的部分 是小月的 凤凌奶油汁的故事 凤凌奶油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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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变化 凤凌奶油汁 这凄年就很多不同的改变 也不太多不同的改变 互惑在文创作出的成品 其实我非常深刻的 用鞋怀去做这个铁部淑谊的部分 我想当年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 文创的一个新的产品 那我記得當年有這個台北挑戰 然後我們突然在排隊 我們也來買這個鎮 這件事情 那我想說 除了吃了鐵路書 那我們也看到台北後來 這個鐵路便當節 今年已經到去六年了 甚至到後來這個 那個新聞看了很多 在明日號的部分 那我想明日號 除了車輛的部分 以前是到相關的車邊車 然後我想這裡大家常常看到 就是新竹車站 這幾個系統全面的更新 還有台北第二班的視頻 跟全面的更新 其實我覺得 我以一個百年寶店 規則角度來看 台北這幾年都會很麻煩 其實我覺得 我們程度跟我們品牌 也有一些不同的部分 其實我剛剛分享了 非常多產品的開發 其實都合中開 這幾年我們回到 產品的品牌的核心價值 也就是包理的文化 所以前幾年的部分 我們也曾經做過像 之前可能手工皂很紅的時候 也做了手工皂 然後呢 就是拿著手工皂 現在你知道手工皂的原料 就是油跟一些 花草類的東西 都是原本來在用的原料 那手工皂那麼好 我們也可以來做手工皂 然後前幾年也開了 一個簡單的燒搖的機器 自己來燒杯子 那你會想要 你不應會想要做杯子 因為你知道在西頂 這個送客的時候 要送那個這個 餡餡 所以你就是要讓 不讓你看 贏取的時候 要壓迫到那個 要奉茶的這個杯子 那所以這裏 他們的品牌原則都會相關的 可是我們發現說 其實我們 如此新的新年級品牌 加值的時候 其實還是回去 還是在公共原本的消費者 可是新的消費者 對品牌的改變 對品牌的新的開發 其實免得太多的深刻的感觸 在這幾年 我們回到我們 我們的核心價值 超級的事情 重新去翻新 重新去跟消費者合作 然後我們也可以看到 台鐵這幾年 重新回到品牌的價值 原來是允許 不論是品牌的部分 然後也可以看到 透過不同跟設計師的連結 設計師的化解的激盪 讓更多的消費者 除了原本的品牌以外 也能夠看到台鐵的改變 那我想過於今年已經 一百十五年了 我希望接下來 五四年了 也希望過於接下來 能夠有更多更深刻 更改喉人心的 關於台灣高級的故事 但身為另外一個百年 我們也期許 身為台灣運輸界的效果 還可以也能夠有更多 更超過大家想像的 另外一個新的牌給我們 謝謝 我們非常感謝 我們非常感激 非常精緻 他們在下面聽 他都會非常分享 給我們非常多的獎勵 非常感謝 我想接下來 我們第二場 我們也非常榮幸 非常高興的 我們就期待 我們都來一群咖啡館 這一個 文藝館博士 我們來給我們分享 他的一個經驗 但是 我剛剛看到 博士的時候 我有一點痛苦 今天穿著 不對 我們要參加 參加 我們現在就掌聲歡迎 他們 多謝 我們先來一次 搭乘品牌節的提議 大家請稍等一下 我接一下網 因為他有這影片說 YouTube 好的 那麼在我們楊老師呢 準備的題目 使用來提醒 現場色調 好朋友們 和楊老師分享之後 在現場會發 提問單 所以如果您針對呢 我們剛剛的分享 有有多個問題 想要跟我們的講者 一起來做討論的話 你可以填寫 稍後呢 在楊老師分享之後 所發的提問單 好 那麼當然呢 相信大家也都非常的期待 也希望呢 跟今天的講者 有更多的交流 所以如果有問題的話 也歡迎大家 可以先進入下來 稍後呢 再來解釋 我們在接場結束之後 才會再發放喔 謝謝大家 那麼當然相信大家都知道 我們今天的三位講者呢 都是非常的厲害 藉由在分享 讓大家有大部分收穫 現在呢 我們就讓我們的楊老師 來跟我們開場 掌聲鼓勵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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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會 這個叫排風 台灣早期鄉下的樣子 就是我活的那個古兵年代 在五十年前 活今年六十歲 我喜歡十歲那時候的生活 所以是我自己最愛 然後呢 我最厲害 為什麼我最厲害 因為我是那裡長大的小孩子 不然你去弄一個希臘風 兩百鄉間的蓋在鄉下 叫做希臘風去 我也覺得是不是 這個就是我們的園區的地位 能夠走出差異化 跟別人不一樣的 然後現在有兩個元素 一個就是在本園區 一個在分館 就是叫武術 然後這個是我們本園區 每一條小路通往每一戶人江 這個就是五十年代的鄉下 叫做什麼 叫做雞犬香文 叫做葉果必戶 這樣的一個鄉下的氛圍 這種鄉下的氛圍 反而現在吸引國外的客人 所以要是沒有疫情 我們家大概六 三六九十二月 就是台灣休閒流的魔咒 那幾個月幾乎都是外國人 當然現在有國語也滿不錯的 然後剛剛我有講 我們把在建築裡面 很多的鄉下的油氣空間去借景 包括浴室 包括陽台去做休憩的空間 然後用藍藍布來佈置我們的房間 藍白之美 然後過年的時候 因為是我的兒子 他是世代美術CPA的 寫的一首好書法 他每年過年大概要寫上百富春年 紅春年 紅燈籠 紅配綠 真美麗 我們可以把這個年節營造得很好 然後這是我們常常分館 這個在去年買下來 本來是租的 後來買下來在營造的 他是一個團體的包房的方式 可以在這邊辦活動 家族旅遊 或者是同學會 吃的 吃的 又 不好意思 我也做蔬食的 把在地的料理 在地的文美的呈現 這樣子 然後第一個餐廳就是大安 在台中心大安餡 以前是最窮的餡 然後我們在200年的時候 就在這邊開餐廳 用農村的婦女的勞力 今天生意也不錯 我們首先要給我們 他回去就跟幫忙 然後這是三億 三億是做蔬食的 挑戰不可能的任務 為什麼客家莊大家 都是勞動力大的 要大於大落 但是我們在這邊開蔬食餐廳 用在地的料理 這個都是我們家吃得到的 在地的客家舔菜 然後我們現在做 大概上半個的芥菜 醃酸菜 然後把它做成一道我們所有 我們自己的料理 然後這個也是 這是客家美食 客家菜包 然後蓋上蔬皮 變成很像是蛋黃酥 其實你養下去的菜包麵 這樣的一個令人 很活躍無存的一個美食 然後第三家 這是第三家 我們另外八月都開的農村廚房 就是做半桌的料理 然後還有我們的咖啡屋 這個是我們的經典款商品 這個是清代 我等一下會講藍藍的清代 薑瓜做的雙麒麟 這個是我們最近的經典款 用天然的顏色來導入我們的飲食裡面 天然顏色的菜包 雙菜包 然後呢 烘櫃 這是我們的冰果市賣的 這是第四家 在圓區裡面的店 然後最重要有一家在這裡 這個看出去就是101 就是在產品的四樓 我們當初鄉下的人 覺得很驕傲 可以到台北市 最近我的心意不斷 對文聰的百貨成員 沒有開店 不過最近有一點挫敗 疫情並沒有回合 然後來到山上 除了住的吃的 當然要安排活動 安排體驗活動 讓大家不會捐口無聊 然後這是一天的體驗活動 帶客人採摘 帶客人把農料植物入菜 這樣的一個郵城 然後這個是整套郵城 到做成這個 我們的中午的美食 然後讓遊客來到這邊 他是深刻的體驗到 無感的體驗 帶著滿滿的這個回憶回家 最後當然要你怎麼樣 買得很高興 所以你會帶著滿滿的這個回憶 滿滿的這個商品回家 滿足你到鄉下來的食術 墨魚種種的欲望 好 剛剛是講到生活方面 然後我們的生態 當初會到客家中去做這樣的園區營造 最主要是客家人 他們很保護他們自己的山林 所以我們到這邊來 我們也盡量不要去破壞這個山林 融入到這個環境裡面 其實這是我們講的左眼 我們在使用的 在做這個 遊客的 給遊客分享的面具 超一公頃而已 其實我外圍 租了十幾公頃 在做生產 就是種菜種蠻草 跟做生態 盡量做到低密度的開花 然後這個是我們的主園區 如果去左眼 應該最先看到的是這個 小橋流水 這邊是山泉水 我們盡量做很多的水塘 去讓生命無限的去生長 讓他們各自生長 然後這是不差的話 或是要不差的話 很像我那個不差咖的 那我主要說 這個是比較不差的花椅 四季彩溫的變化 然後這個是 也是山寨版的羊角村 叫做牛角村花椅 我們都這樣取的 這個是 你看 同樣一個景 在春天 在將來的快到了 再上一個月就是這樣 顏色的變化 然後呢 四月份的時候 花椅你來欣賞 煙火花 大概好幾千 揪的煙火花 然後六月份的時候 有繡球花 那接下來 七月份到十一月份 有大概好幾千 一起出現的花斑也更是安靡 在這個林區裡面 然後這個 這一定要來的都沒有人 哇 四月底的時候的螢火蟲 就看我們生態保護的多好 然後染料植物園 種植物食種染料植物園 在那邊解說用 那剛剛是生活生產 生態 大概就是生產 另外一種叫佐野藍藍 把這個產業呢 導入文創 然後 封入它的內藍 這個很有說故事 生意就是這樣的天氣 生意的山上 你們如果走高速公路 他會說 生意是多無趣 生意就是要目多 我們住的裡面實在不舒服 有時候兩三個禮拜看不到胎人 都會得憂鬱症 但是呢 老天爺關了你的鑽門 會萬里胎山窗 他會長這麼好的東西 叫做山南 或者叫馬南 有人稱為大金 他是穿在身上 是可以防蟲抗脹氣的 這個是來自於哪裡呢 來自於中國西南部 整個台灣北部的山區都有 然後尤其是客家裝 客家人以前穿這個 叫做碧露藍羽 以起山領 要起山領 要穿這個藍衫 因為剛剛說 他可以防蟲蟲叮咬 然後我們在山領 加上我自己的榮外背景 加上我這二十年來的努力 我們種出全世界最好的藍衫 我在國際上還滿有的 在天然染色街還滿有的 所以 從去富裕藍草 他在台灣消失整整一甲子 富裕他 然後呢 去跟在地的土地做鏈接 就是跟在地的 特加文化去做面接 然後呢 去把他穿上身 跟時尚做街 當然穿上我身上都不時尚 然後我已經90歲了 去跟讓他能夠 讓他這個軟軟的 能夠跟時尚做會街 然後能夠呢 能夠呢 變成生活化 這個就是我剛剛說過 在人的一生中要留下什麼的一個腿肌 然後 這個就是藍草 可以的 藍色的草多叫藍草 我們是種山藍 全世界上大概有二三十種 這四種是有在經濟栽培的 我們是種這個山藍 從一級的生產種植 如果我剛剛說我是學農的 我現在種的超過三公頃 然後呢 把他製成最好的藍墊 剛剛有提到的 有這幾個藍墊 然後透過二級 二級是什麼呢 工藝 就像我二級 他們學美術的 是做這個 褲朵文養的 然後有做冷的 然後還有後端 還有也是做什麼 商品設計的 這些年輕人 那這個農產品 他可以創造新的價值 然後透過行銷 透過理念的傳達 我們希望我們的農業是六級化 變成一個令人感動 而無可取代的一個產業模式 然後 怎麼樣去說故事 第一個 他的歷史 我剛剛說 現在在 荷蘭 荷蘭人進來台灣的時候 大概1736年 荷蘭人進來台灣的時候 就是想把他引來台灣 在台灣的南部 中台南 但是沒有成功 到1736年才有記載 什麼記載呢 輸出的記載 為什麼有輸出的記載 那時候應該是把這種成功帶進來的 從山峽 從鹿港 從安平港的輸出 但是呢 在1880年 他要升為我們全台灣 蘇珠米的第三大蘇頭品 他有過這樣的輝煌的歷史 但是為什麼沒有了化學染料 1940年左右 就是德國人去從 郊妹有提的那個化合成欄 然後這個產業就離了 然後呢 到1992年 我的老師 一個叫馬芬妹老師 再去把這個產業找回來 然後我們就跟著他做 所以我剛剛說過 王老師他們跟我講說 梅叔阿 你要很認真 要努力把這個產業付出 我相信呢 沒有像我們這樣把它做成產業化 這個產業大家都在玩南港 你會玩美 因為太辛苦了 所以必須要有人 拉著一批毛青人 然後從事這樣的產業模式 然後我覺得 我會在歷史上留下 這個是我的想法 然後是一個好東西 多麼好 講到這個真的是 眼睛會發風發亮 它是一種藥草 叫做藍板的 都知道你們聽過 板人根 是它的根 它的葉呢 可以提煉色素 還可以一種很好的東西 叫做清淡 它的金頭都是清淡 然後我們說 我們用在那個商氣 我們用在石油商氣 它是很好的狀況 希望這個 要多研究一下這個清淡 融入體驗 然後呢 組合產品 苗栗是油桐瓜的故鄉 這一條 油桐瓜 顯染絲巾 也是我們的金田館 15年來不敗的金田館 這是我們的代言人 其實沒有錢的代言 那是我的朋友 熟利 然後呢 一路走來 現在我已經走到這裡了 很辛苦的20年 然後 講這個故事很感動 老天爺給的顏色 這個叫青色 以前不叫藍色 藍是紫草 青出於藍 都是從來的 然後呢 老祖宗去無純金 十公斤的草 去摧一公斤的墊 然後我們現在用的時候 就要煉藍成黃 再次的用麥芽糖 用泥酒 用墨灰水 去還原染藍藥 成為虧染不同的狀態 而且要經過一次一次的染色 你看那個字 短幾次 染那個字 是染酒 水有沒有 沒有 其實呢 至少每一件衣服都要染三十次以上 如果去做時 我們大概染一百次 這樣去滾冰它的研究 這是我們的賽褲場 然後呢 經過我們的厚家風 剛剛說有一些學設計的 做什麼樣的商品 加次類的 然後服裝 服裝現在是跟外面的設計師合作的 有三個設計師 然後聯銘的商品 包括鞋子 包括 這個帶的時間到 好快一點 這是我們工藝師的作品 得獎的作品 然後 在外面的破店三億 這是我們家的店 然後傳藝中心 現在是一個館 新義的五樓 海南南賽國 然後我們的發表會 這是前年 去年在成品 辦一個蠻大的發表會 這個是在 那個 機場展覽的 一路走來 最後 就是人要有使命感 要有願景 要有 傳承的信號 欸 我最喜歡的事情 然後用心把它做好 我沒有傳統說 你不用希望在我這一代發光發 我剛剛說 我有一百多年年輕人跟著我們 三十五歲以下 我們希望在他們這一代 把一件事情 用心而做我們就對了 這個品牌多好 它有文化 它有戰機器 它有特色 它是很好 它對人來提示健康 我們希望 過過年輕人的手 跟思維 讓他的面向變得很豐富 這是我們行銷寫的 取之意福利回歸福利 我們一起去天然感動世界 我的願景 老天爺 給我們這麼多的好顏色 吃的用的穿的都有 是我們這一代人 對不起我們的附帶子 說 我們希望 這些好顏色找回來 然後剛剛說 這是我兒子的手 這是我的書 這是傳承的 從個人的興趣 然後做到江南 希望他可以永續經營下去 然後最後呢 希望大家到山中來過課 謝謝各位 還有一些對台北 剛剛我這樣講的事情 很希望我再講一下 再一分鐘 就是 剛回的時候 草域的營造 台北其實很多的戰 都滿可以做在地的產業營造 可以素作不一樣的氛圍 現在人很喜歡打卡 像我們家 很多人都幫我們做宣號 其實都不是我們行銷 都是去打卡的人 然後呢 我們很懷念台北的便當 其實可以加上各地的風味 然後包包包裝 像現在我們剛那個大院子 他要推出來的 大院子的飲料 然後只是一個 我們藍藍的腰帶而已 可能會 我們也期待他會 去做這個異業檢訪 可以發光發亮 然後 周邊商品 這個剛剛台北已經做很多了 還有呢 現在很流行的外散 其實 看看有沒有機會 我們在 回到小時候 在哪一個站 可以買到那個 便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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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樣的風味 那機會造成一個大風潮 好 謝謝各位 非常感謝鄭老師 非常感謝鄭老師 掌聲 再謝謝他 謝謝老師 十二次老師在舞台上 留步 我們也邀請 我們邀請 路夫巨長也來到舞台上 那我們也邀請前面的兩位老師 也一起都來到舞台上 今天呢透過我們三位老師的分享 其實真的是讓大家都有非常多新的想法 也有非常多的這些分享跟意見 那我們今天在我們的跨界論壇當中 就是希望透過他們不同的聲音 不同的想法 一起來做交流 剛剛我們也搜集到了很多大家的這些問題 我們的提問單 那麼接下來呢 就要將時間 再一次的交給我們的都副局長 那麼我們的三位老師 也會在舞台上 一起來針對大家的問題來做回答 那麼最後一位老師 我們鄭老師的問題的商務 我們會讓大家可以直接用取手發問的方式 那麼現在 我們就將時間來交給我們的都副局長 郭局長請 好 謝謝 就從我坐在這邊來走 那因為今天這個提出好 這個交流的一些議題的 我們現場的規律也非常多的話 所以在這邊我想就 不特別按照什麼社區 第一位是我們張巨人 張先生好 他的提問是為什麼叫 福來許咖啡 而不是 福來許咖啡狗 有什麼特別的意義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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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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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我們叫 這是我們叫福來許家貝館 家貝是玉子堂的家貝 這個是日式時期 對咖啡館的家貝館 那沒有福來許茶樓 那福來許江山樓 那福來許西密菜茶酒館 其實有多元同館 那咖啡館呢 那個在銀化店的咖啡館 其實叫家貝 是源自於日式時期 對咖啡館的同餐 好 第二位咖啡館 是廖本雄先生 他是一個建議 他是覺得旗袍也是滿洲旗人的 語氣的一種服飾 所以他覺得跟台灣的父親 關係比較小 那他也希望 這個福來許這邊 是不是也可以去看一下 有沒有我們台灣比較專統的服飾 可以有到福來許這邊 大家可以去 那個台北美術館 請你去看一下台灣 第一位女畫家叫陳靜 他去畫民國 應該是說 1910年代到1930年代 所有台灣女生穿著玩 那你去看他可以穿到大秀 正式的服裝就是奇董 我不定義他的 背光是什麼 我定義在這個年代 我們的樣子 就這麼簡單 我也不犯政治 那奇董 你想到奇人 這叫服裝學 他其實是嚴峻於漢服 漢服之前的一些傳承等等 那我就是定義在你的年代 我們在那個年代 該有什麼樣子 台灣女生是什麼樣子 是什麼樣子 可以去查一下很多的危險 所以一定沒有特別 我們針對 或者是著重在 就是現況 當時的現況 好 謝謝 接下來是江原妹小姐 請問 昨夜小屋什麼季節區最適合 昨夜藍莊在哪邊 怎麼去 每一個季節區都很漂亮 當然呢 台灣的花會 如果你是要欣賞樹木花會的話 是春天 東春 還是東春 就 花開得最美 但是每一個季節 我們都會給各位每一個季節的驚喜 藍莊咖啡是在著野小屋裡面 那是 是我們裡面的田區裡面的咖啡廣 只是因為藍莊 在小公廠的對 在我們公廠的對面說 我們把他去 我們做什麼 那種咖啡 謝謝 謝謝 我真的很想去 我跟他在退前 尤其叫 他那邊好像要自己開車 都不大約來車站 比較不方便 對 因為在山上 交通比較不方便 大概從生意火車站 搭車子 搭近車子 搭近大概十分鐘 不過現在很多的旅行車 在推我們的行程 尤其是熊市 熊市團 我們可能會比較高規格 我們會帶 不好意思 因為他們最大的公司 那所以 現在旅行車有在推一些圖 那住宿的話 我們會有 生意火車站的接送 非假日 那 平常他真的是自己要開車 真不容易說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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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一個提問是 郭亞 國調 台北 請教 郭副總 在產業轉 因為文創品牌的食物 有遇到過什麼困難或衷 怎麼講 這很大再問 我覺得 平行轉型 就是 很重 其中的一個 但是我覺得 就經營這件事情 當然有對外 也有對內 所以他就很重 就是 企業形象 那一個 而我覺得 企業轉型 這件事情 有太多的 其實內部也要被 很多人 跟 員工 跟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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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 所以 我們 有 有 有 就是 有 有 在 有 雖然 有 有 這個我覺得很遠都實在對方的影響 而我覺得在公分的事情上就變成說 比我們社會非常厲害 或是比我們太常人的這件事情上 如果也把我們對於未來的想法 我們也重視的公民公分 不得公分 讓大家站在同一個社會的眼下 有什麼在這裡 好 謝謝 下一個提問是 就是陳津海應該是先生的 請問阿稻成的活動 就是新年熱鬧的活動 這個主要的這些熱鬧活動 推薦的務局和時段 請問一年到北 大家從現在的時間去推薦給大家 那年後來的結束之後 那何時 我們會大概是從一月開始 大概是年後來的結束 三月會在大稿城戲院 就是歌仔戲 略有所謂的戲圈 然後會推廣歌仔戲 那因為歌仔戲 就是年輕的歌仔戲 學子去呈現的 然後接下來四月就是我們的請就節 然後我們會辦在四月的最後一個weekend 因為我們一半就是整個月 所以真正的酒展其實是在四月最後一個禮拜五 禮拜六禮拜天的時間 然後接下來是六月 因為五月十三明晨 這是梨花街 大概一百七十年來的大事 聽說在以前啊 梨花街有很多腳踏 然後在那個那一天啊 梨花街就不打架 大家都打桌吃飯 大家都不欺騷 就是前方月生日那一天 所以五月十三通常都是六月的時候 我們就會看梨花的文化戲 有一些音樂展演 在明天說 應該會跟優惹的時候 合作 請他們來到梨花街做好幾個月 然後六月七 接下來八月燕火節 就是大家慶幸的時候 大家想要音樂到燕火 所以大家也可以來睡 我們也可以看燕火 那接下來就是十一月 我們的抽透季 我們今天的成品服裝 應該是全球的氣泡 生活化推廣結會 所以我們會在這個十一月的時候 一起辦服裝展 就是職面料結合的服裝 但是我們的一些服裝 氣泡設計都是大澳城這邊的老師傅 那從三年代四年代 我也帶六年代的氣泡 他們的工藝的展現 對然後又回到我們接下來要進入過年的時間 所以一整個禮物的大澳城 那個活動展現 這樣 好 謝謝 那最後一個問題 是周美華小姐 那個 那個 那個師父也請把 隔世來講一下 他說 想去梨花街 他會設計國務館 但是我相信應該是怎麼回事 那想去梨花街參加活動的話 那對於無障的朋友 這些無障的環境照片 無障 無障礙 呃 不去我覺得 梨花街是我們障礙上面 還沒有帶你 在整條街 所以我建議是禮拜天啦 因為梨花街空間 那你就可以整條街 說無障礙 那那沒有空間的狀態之下 你就會被騎到所謂的廷拉攤 可是廷拉攤上去以來 都是梨花街店家 就是還有在商議的部分 他會把他們的貨幣都被到廷拉攤 然後造成走路不太高點 所以我建議真的是禮拜天 我那時候在兩年前 各位台北市市長 強力的爭取 文化街一定要空間 變成情侶 那很多店家反對 因為都會覺得 一旦空間 我側走 不行側到側走 我都可以在聽門口 然後我或什麼時候 你今天就是不能送我 所以很多店家都會反對 但至少我們都會知道 禮拜天什麼時候 所以大家可以在禮拜天來 好 謝謝 呃 這個部分我想會後 我會一塊打電話給柯市長 好 最後一題 就是我們想想應該是問我的 就是鐵路電單是否可以 從進去花更多月以後來發展 當然 大家知道 也非常謝謝李德指點 呃 這一次的疫情 其實對台北市來講 也是非常地重 那 各位也知道 客量下降 我們的便當的銷售量 就下降很快 因為我們是講的很重要 而且我們在這個期間 台北市有做一件事 很沒有其中 一副的 還有銷售的 這個愛心 因為我們覺得 在防疫期間 他們真的是最辛苦的一群 而且在這個階段裡面 我們就發揮一件事情 第一次送去給他們 他們吃得很開心 第二天再送去 他們也吃得很開心 那第三天送去的時候 他們就好像有一點點感 那後來我們追究原因 就是我們的口味真的 這個不勝變狂 這個事實 所以我們現在 真的有在演藝 我想我們的努力 未來 恭喜大家 順利在 好不好 好 那所有的提問 都回答完畢了 那個 今天我想 我們非常感謝 我們 這麼多樂趣的 這個觀眾 這個場地 哪有太棒 這個廢幕 大家也可以 在副局長 再做這個 如果再等 我們要去聽話 接著 我們可以 謝謝 我們今天三位 老師 我們掌聲 謝謝大家 謝謝 是的 讓我們這一集 熱情的掌聲 謝謝我們的主持人 跟副局長 以及我們 郭老師 任老師 鄭老師 再次熱情的掌聲 好嗎 謝謝 非常感謝 各位展開對賓 還有我們 謝謝老師的好朋友們 一起來 參與 這一個 兩界論壇 我相信大家 在這邊